10款儿童磁铁玩具无法通过企业发展局的安全测试被令下架 它们主要是因为可能含有强力的磁铁 受访的产品安全专家指出 如果小孩吞下过多的磁铁可造成肠道破损 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启发局上个月完成了10款磁铁玩具的样本调查 结果发现所有产品的机械成分 都不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安全标准 大多都含有小型磁铁 可能在体内造成穿孔 疤痕或感染 美国和中国去年发生严重意外 两名孩童因吞下多个磁铁玩具而必须开刀将磁铁取出 如果一粒可能还不是那么严重 就希望过几天它就排出来 如果它不小心就吞下了好多粒 然后一方面是它的肠道也会被损坏 因为它们相吸 如果小小的没有给它玩的 大个的还给它 其实像那种比较小一样的 我是怕它们会生锈 不然就是它会放进去它嘴巴 记者走访邻里商店后发现磁铁玩具并不普遍 大多店家售卖的都是塑料玩具 一些里头含有小型物件 根据消费者保护条例 所有玩具供应商和制造商都必须符合适用的国际安全标准 任何人如果无法遵从启发局的指示 停止售卖不安全的产品 一旦被定罪 可面对最高一万元的罚款 或最长两年监禁或两者监失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我们下最后 一旦目是